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有派出自己的人马 不管怎样 这一次台北农产运销公司 它的最大的筹码当然都只是重要的这些董事 过去据了解在我们的政治的习惯当中 台北农产运销公司当然它是资源的一个分配的单位 以前都是由农委会来 如果中央跟地方是执政的话 那双方就好谈 如果中央跟地方不是同时执政的话 其实也有默契 那就是董事长由台北市政府来指派 总经理由农委会指派 这次由于农委会的主委曹启洪先生 他是新潮流派系 所以最后为什么会出现所谓新潮流派系 是不是在抢位子这样的一个说法 这种说法也不见得是公平的 但是不管怎样 在农委会台北市政府以及张荣卫的派系之外 又出现了一个所谓的新潮流派系 他们来争取这样的一个权位 原因就在这里 据了解一开始的时候 520之前在农委会主委曹启洪 他要接任的时候 就已经理解到台北农产运营公司的高层的人士结构 必须有所调整 因此就透过民进党的核心的人士 去请柯文哲先生来一起来谈 当时谈的结果 据转述说 柯文哲听农委会的代表说 以前都是你们这个因为过去其实他在台北市政府的时候 他已经快做两年了 他也没去管台北农产运营公司 那个董事长是谁派 所以他就一直没有动那个位置 那他还说 如果你们两个人都想要农委会不仅总经理 如果董事长也想要的话 我们台北市政府也可以让 最后的结果就说 仍然维持大家都可以接受的台北市政府派董事长领袖会 那总经理呢 那就由农委会自己去指败 那农委会的曹启宏 他就跟的派系人士大概有一个沟通 就去请民进党的现在的秘书处的主任 蒋玉林先生 这个讲中正的讲 这个协议编的 我这个御师的御 林是这个凤马林角的林 那就请他来做 那这个台北运销公司的总经理是农委会的代表 那可是你中间总是要运作 但他们有董事 总共是有23席 那23席里面其实所谓的张派是拥有12席的 那农委会跟这个是 跟台北市政府合起来只有11席 所以这个张派还是多一席 那将来要怎么样运作 把这个人事结构给这个调整 那这个柯文哲就听了这个农委会方面的建议 就先把原任的董事长给这个请他请辞 然后总经理其实韩国瑜也就说 那他也可以辞 韩国瑜一开始表现的还蛮绅士的 那他说他可以辞 那柯文哲就很高兴说 好那你就来做这个市政顾问好了 那如果说他可以做的话就继续做下去 不行的话再说 双方还蛮融洽 就在这个时候呢 有一个叫做陈毅忠 就是现在的代理董事长 尔东辰 亦是亦处的亦忠 是祖宗的忠 那他是原来的也是董事嘛 那他原来是张派的人嘛 那据这个农委会的人 去告诉台北市政府 告诉民党中央说 这个人我们已经把他策反了 在520前前后后 就是说在我们这个民进党执政呢 之后呢 我们已经把他策反到我方阵营来 所以呢 我们就暂时去任命他做代理董事长 到时候呢 开董事会的时候 他就会帮忙 这就是陈毅忠 那陈毅忠呢 难道就变成了一个筹码 爬这个棋子跟这个廖北亚吗 但不管怎样了 这个是人家跟我说的 所以这个陈毅忠呢 就去做了代理董事长 那农委会的卢役算盘呢 就是这个代理董事长 就会在这个 在台风之前 其实也有一次的这个 董事会啊 那后来因为开台风嘛 就把他演到昨天才举行 那昨天举行的时候呢 其实农委会代表 已经知道大事不妙了 因为陈毅忠呢 宣称本来他是 现在的民进党的农委会 所策反的人 没想到他在当了代理董事长之后呢 其实又 这个返回了张荣卫的身边 他又变成张派的人马了 那他变成了张派的人马了 那这个 所以昨天你就会发现了 原来这个常务董事的选举啊 这个农委会 台北市政府跟张派人马 各抢下一席之后呢 原先应该在推选 新任的董事长啊 按照这个农委会 跟台北市政府的剧本 没想到陈毅忠呢 就立刻敲锤宣布散会啊 结果呢 就使得这个台北农产云销公司的人士呢 就这一波就变成陈毅忠啊 在做 那你董事长 新任董事长没选出来 那当然原任的总经理就继续做了 这就是原任的总经理 还跟段一康两个人 这个出口相当 当然这是他比较凶一点啊 他骂人家是小别三啊 这个段一康 段一康倒是没有什么回嘴啊 那就在这个情况之下呢 这个也就是出现了 常务董事蒂布案出炉之后呢 报纸上就说是这个张派大胜 那农产公司的董事长总经理的人士啊 其实一般认为是明年三月 全国农会改选前哨战啊 那这个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 那他其实昨天 这个很多人批这个柯文哲是政治定的 那平良心讲 柯文哲要负的责任啊 大概只有一半呢 因为建议这个 由陈毅忠来代理董事长 这个帮台北市政府代理董事长 而且帮忙台北市政府来筹划 把台北市政府跟农委会所规划的 董事长总经理林秋慧 跟他这个另外一位总经理 其实蒋玉琳 那后来蒋玉琳因为这个段宜康 这个有不同的意见啊 这个吵得很凶的说 其实蒋玉琳也表示要退出了 由农委会另派人啊 那其实柯P那个寿司觉得好烦啊 他根本连台北市政府 连派一个这个任何人 他都没什么大兴趣的 他没什么争的 那你说是柯文哲政治定的吗 我觉得柯文哲过于信赖张荣卫的这个程度 也是一个原因了 但是问题是农委会 你们到底是哪一个比较白目的人 或是哪一个比较猪头的人 去告诉这个相关人士说 陈一中是我方人马呢 已经被我们策反了 那你说已经被策反了 怎么在昨天的常务董事 递捕的董事会决定之后 陈一中突然变脸了 又变成张派人马 而且张荣卫好像是答应他 陈一中可以继续做董事长下去了 那这个陈一中 他事前答应了 他现在又反悔了吗 那他算是一个哪个这个 方面的人吗 他又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 那这个昨天的 网络的媒体在那边批这个柯文哲 说是柯文哲这个政治低能啊 什么不会处理啊等等 我觉得这个是 大概基本上来讲啊 这个如果说 完全的 是让柯文哲来负担这个责任的话 确实也是不公平的 好 柯文哲现在要大反扑 那柯文哲的反扑是什么呢 因为农产公司的地跟房子 都是台北市政府的 他其实是 如果他够强势的话 他可以跟农产公司 终止契约 不要租房子给他 就把他们赶走啊 然后呢 就跟张派这个开战 然后自己可以另住 农产运销公司 如果他这个 另住农产运销公司的话 基本上来讲 这个是还 是算起来啊 这个是一个对抗的一个方式 跟对抗的一个剧本啊 只不过不知道 柯文哲到底会怎么样做 柯文哲先生 在他的任内处理非常多的事情啊 都有的时候啊 那是十分的这个强硬 可是他常常强硬到最后一顶路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他不晓得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什么样的理由 他的耳朵突然软了 那这个他就又这个开始有不同的想法 就使得这件事情啊 这辆火车本来可以直接的就快速驶进车站啊 然后呢 这个一切就位 那没想到他自己有不同的主张 就把事情就弄拧了啊 那所以啊 台北农产运销公司 这个前半段一直到昨天为止的这场战争 农委会到底是哈 怎么样去跟柯文哲说 或是农委会怎么算盘说 这个这个陈一忠可以代理 是我方人马帮忙代理完 帮忙把我方人马整顿好 这个然后斗掉了这个张荣派的人马之后 他还是我们的人 那这个曹启宏主委 担任主委的这个农委会 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那到底是柯文哲本人的政治低能 还是柯文哲根本就没什么政治上的大兴趣 也或者是有人说这是柯文哲 表里不一 他这个表面上是想跟 这个民进党中央合作农委会 跟台北市政府各派一席的 这个董事长跟总经理的位置 那事实上他又想跟张荣卫交好 因为他将来选这个台北市长 需要张荣卫的力量 所以私下呢就去放水 然后呢才让这个案子呢 最后呢好像显得显示出 其实这个农委会也是大败一通啊 因为本来农委会新潮流 所主义的这个总经理人选蒋玉林 不管怎样最后都临阵这个退出了 那当然将来农委会要退出什么样的人 如果不是韩国瑜 因为这个任期总会到的嘛 那不是韩国瑜的话 那农委会还是有主导权 那农委会啊 这个可是如果台北市政府的董事长 没有拿下来的话 那是不是就是张荣卫的派系继续主导台北农产运销公司呢 这个是这件事情的这个一个内幕的来龙去末 我个人倒是这个没有什么样的这个非常非常清楚的这个双方的这个人马上的这个评论啊 我只是觉得这件事情啊怎么会搞成这样子啊 那现在绿营的人其实对于柯文哲也会非常非常的这个不以为然啊 这个柯文哲呢 他几乎可以说是猪八戒照镜子 那柯文哲怎么会弄到自己猪八戒照镜子 如果他的这一次猪八戒照镜子弄得自己这个满身心 真的是跟张荣卫的人马这个去联手啊 想要为自己的连任来牵制一下民进党的话 也就罢了 我个人倒还不太认为是如此啊 那只不过台北农产运销公司的这个人事任命案的话 那现在看起来好像民党的人士对于柯文哲的这个 其实民进党核心人士是非常知道陈毅宗是怎么回事 那柯文哲又讲不出来说这个陈毅宗是你们农委会的人 是你们的这个民进党的这个政府人士告诉我去推派他 他可以短暂的帮助我们他这个解决问题的一个策反人士的 那柯文哲又说不出口 柯文哲没有做这样的解释之后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另外不是人啊 究竟那要怎么上空 柯文哲市长跟他的幕僚恐怕想清楚耶 事情不能够没有一个清楚的面跟自己的目标和自己的策略的 立刻回来咯 您所收听的是可可早餐